你听说过金色瀑布吗 所谓魔法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欢迎收听奔奔小剧场 我是奔奔 让我带你走进奇幻世界里吧 前三集说到 纳布丽丝的大公主元宇 戴上了神秘面具 对抗玄建国的第一高手莫伊 精灵王子丹颖也涌闯了矮人矿坑 要寻找上古宝石月之类和黑月玉 而同一时间 蘑菇金草草和猫头鹰灰眼 溜进了玄建国的营帐 想要拿宝石换宝盒 却无功而返 现在 渊宇再次踏上前往迷雾森林的路途 丹颖也准备要到金色瀑布与魔法师会合 他们会如愿再重月节 也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圆重逢吗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今天的故事就开始咯 白色的上弦月慢慢隐没在地平线的那头 更升起的太阳温和地看着黄沙里赶入的一行人 骑在踪马上的 是身穿黑色斗篷的女子 黑色斗篷遮去她的脸庞 前面坐了一位紧抱着竹篮的小男孩 竹篮里盖了块后部 底下睡了只猫涂鹰和张着小嘴的蘑菇精 骑着白马的黑发骑士 轻拍前头金发小女孩的肩膀 星星起来咯 星星听了又睁大湛蓝的眼睛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我才没有睡着 小雨姐姐不累 其实哥哥不累 那我也不累 小男孩嘟着嘴巴看向小女孩 星星 我也没有睡啊 小女孩星星甩动金辫子 又让自己清醒一点 哥哥 可是你前面的灰烟和早早睡得那么开心 所以你一定要偷偷睡着 男孩低声抱怨 怎么这样啊 他身后的女子就笑了出来 薇薇 小雨姐姐好羡慕你这么有精神哦 等你回到圣特雷之后 可以分一点体力让我去迷雾森林吗 怎么连小雨姐姐也闹我了 被称为薇薇的男孩抱怨着 但在大家的笑声里也害羞地笑了起来 这一行人正是纳布丽丝的大公主元宇 前银花骑士乌拉德 云与先前的护卫卢纳的一双儿女 韦韦欣欣 在篮子里熟睡的猫头鹰 失信使灰眼 而翻了个身 又把小手拍到猫头鹰头上的 则是蘑菇金草草 前一个夜里 选建国营帐上的烟火 几乎跟了他们一整路 他们穿越三个小村落间的黄沙 一路奔驰到日出时 才终于远离那个声响 但渊羽的脸色也越来越惨白 他们在一处长满榕树的绿洲稍作休息 两个孩子一碰到背铺就睡着了 乌拉德红醒灰眼 把渊羽刚写好的信绑到灰眼的右脚 自己写的则绑在左脚 灰眼 记得右脚是要送到彩灰玻璃的那间 还有天黑之前 也要跑一趟迷雾森林的西侧 再拜托你了 睡饱后的灰眼 精神抖擞地站着身体 对草草提叫几声 见蘑菇金翻了个身继续睡 就倾竹乌拉德的手指 又带着信飞远了 元宇抱着背铺 蜷缩在枝干边 一双琥珀色大眼 还瞪着树叶间的阳光 手里的香包都快被握破了 你真的不打算自己储备体力 还要跟我为戒啊 乌拉德本来想缓解渊羽的情绪 却见渊羽紧咬嘴唇摇摇头 白皙的脸庞连点血色也没有 只好坐在她的身旁 随手折起身旁的落叶 我研究过迷雾森林里面的路线了 这次要找到魂之拳 根本难不倒我 其实我睡不着 源于打断了乌拉德 但声音还有点沙哑 乌拉德停住口 听她轻声说起前一晚在黄沙里听见的呼唤声 并描述她如何从金色大门里看见丹影和魔法师 光点却逐渐离她而去 我以为只是又多了一道结界可以让我早点见到丹影 原来这只是一场梦 在梦里连香包都抵挡不了奇怪的现象 她说着说着发掘眼前有点模糊而别过了头 手里却突然多了一只黄叶者的小马 和一枚宝剑造型的香包 放心吧 再过六天就是秋天的第二次月圆 到时候你和丹影殿下就不只能在梦中相见 乌拉德说着已在榕树边 垂下的黑发略略遮去她的眼睛 但声音还是一样开朗 还有香包是借你的 没有要送你哦 我们三个去迷雾森林的时候 卢纳大人说什么是阿梅小姐多给她的 你看我都这么可怜了 不要还跟我抢 元宇被逗笑了 谁要跟你抢师傅兼好友的礼物啊 真希望卢纳可以一起来 至少还可以让她回圣特雷 反正我有送伟伟和欣欣去找她 等一下又跟你一起送她们回去找小雷姐 卢纳大人应该很开心了吧 只希望卢纳不要被刁难才好 你先休息吧 中午后就要出发了 说的也是 不休息怎么有体力面对小雷姐的碎碎念呢 元宇吐吐舌头 看乌拉德坐到榕树的另一边去 就将黄叶小马放进竹篮 用凝视与丹影在金色瀑布的画像一会儿 才终于沉沉睡去 她没有注意到 乌拉德其实一直注视荣叶间晃动的叶片 直到叶片坠落在地 才苦笑着闭上眼 太阳刚往西边斜了一点 他们就再次踏上黄土荒漠 马蹄扬起黄沙 跳过煎杂期间的小碎石 经过一排古战场的遗迹 灰色城楼上的卫兵 两眼无神的 注视这一行人远离了城门 打了个哈欠 韦韦才小声问 小雷姐姐 我们不是要回家吗 为什么不进去圣特了呀 星星天真的问 这不是要带我们去蘑菇森林玩啊 天宇笑了出来 把江绳交给韦韦 我们现在要去找马马 韦韦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我 可是我 不行啦 韦韦不停摇手 也晃动到竹篮 让草草睡眼惺忪的摊出头 对韦韦喊了一句没人听得到的话 只要记得我教过你的 剩下的春雨会带你走 韦韦还在发抖 走马春雨就甩甩尾巴吐了一口气 星星也在一旁大喊 我哥 加油 他才握住江绳 听韦韦的指示坐直身体 夹紧马腹 春雨一快步往前走时 他就忘了害怕 甚至能欣赏两边往后飞的景色 等看到绿洲前的马车 和前头的美夫人时 他跟忘情的挥手大叫 妈妈 妈妈 我会骑马了 这一喊叫 他就差点失去了平衡 还好袁羽在后头扶住他 又挥动江绳 一转眼的 他们就来到了马车前 雷可大步一跨 抱韦韦下马 亲了小男孩一下 又拍了拍他的头 好 韦韦真的很棒 但下次不可以什么都没讲 就自己带妹妹出去 韦韦乖乖点头 他又搂住刚落到地面的星星 星星也是 要不是乌拉德有血腥跟我说 不然妈妈又跑为克夫特了 妈妈 可是我跟你说 狗狗这次很棒 我也好喜欢小雨姐姐和骑士狗狗 以后我一定要再找他们玩 雷可叹口气 要一双儿女去马车拿大竹篮 并看向鸳狱 你们真的不来家里过一晚吗 我已经要弟妹支开默科 他不会注意到你们的 小雷姐 距离穷月节就只剩下六天 明屋森林里面的路那么复杂 我不想要因为迷路 而错过最好的时机 鸳狱摇摇头 想把春雨的缰绳交给雷可 却被推了回来 就交给你吧 小娜出不了王城 但至少有春雨陪你 雷可说着 右手抱住了鸳狱 又瞪了乌拉德一眼 乌拉德一笑 准备要踩上马凳 就被雷可的另一只手抱住了 雨妹妹 乌拉德 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弟弟妹妹 路上小心 不要太勉强自己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 他刻意看了乌拉德一眼 乌拉德会议的笑了笑 却还是故意往后跳 开朗地说 小雷姐终于承认我是她弟 果然这种时候才会讲出真心话 乌拉德 你再吵明年就没有生日礼物了 这样才像小雷姐嘛 乌拉德笑着说 还是对雷可一鞠躬 雷可率性地挥挥手 薇薇和欣欣又在马车边喊 我们准备好咯 有好多好多 好好吃的东西哦 于是 他们想用雷可准备的口吐司 和冷汤当晚餐 雷语还得以在马车边 久违地梳洗 并换上雷可特别准备的 起装和黑斗篷 雷可帮雷语编法 两个孩子在一旁看 乌拉德则转身梳理 白马暗日的棕毛 雨妹妹 记得出门在外 你就是与克雷佛小姐 小娜现在不在 有什么事就报我的名字 圣特雷附近的人 多少还认识我 源于抚摸心蕴草 与战窥的家徽 哽咽地说不出话 虽然乌拉德 白马暗日和棕马春雨 都还在冒险队伍里 但她的爱马白影 和昔日的护卫卢纳 都留在了王城克福特 而身边还堵了个蘑菇金草草 一切恍若回到年初 她要从克雷佛宅地离开 以前往迷雾森林的场景 就这样 元宇和乌拉德 带着竹篮和新的补给品 挥别雷可一家 再次在夜色里踏上了旅途 上弦月再次浮现天边 照亮了在竹篮里 玩黄叶小马的草草 元宇看着 也摸摸别在腰间的鸢尾花 和宝剑造型相包 想起了早上的事 乌拉德 早上你还有送信给谁啊 是你很熟 而且也说要效忠你的人 跟我很熟 而且要效忠我 难道是她吗 元宇心底浮现了一位 绑着马尾阴气凛凛的身影 但乌拉德只是神秘一笑 带着她穿过重重黄沙 远离吹烟鸟鸟的银花骑士营地 转而奔向藏在雾气里的黑帐篷 他们下了马 元宇藏好草草 乌拉德则拉拉门脸上的铃铛 出来的却是欢天喜地 朝乌拉德飞去的灰眼 路里头随之传了一声呵斥 乌拉德 太慢了 克纳丁大将军 我遇到康崔和玄建国的第一高手莫伊 晚了几天到也是正常的吧 赢了吗 我辩论辩赢康崔 莫伊跟我约下次比试 真没意思 银花骑士团大将军克纳丁 就大步地走出营帐 等元宇抱拳鞠躬 公主殿下 现在要称您为小语小姐吧 元宇含笑点头 克纳丁又转向还在俯弄灰眼的乌拉德 从怀里掏出两枚铁叶时 你当初离团 说要送这个当离别礼 现在要跟我要去做什么 因为有熊 乌拉德扮了个鬼脸 元宇手上的竹篮猛烈晃动 但他还是笑着说 熊在秋天都吃饱了 我们只要不触怒它们 应该也不会有事吧 我说的不是普通的熊 而是从迷雾森林的深处 出来的那些 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身上都会发光 好像还去过了其他地方 乌拉德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却若有所思的看着冤语 冤语不自觉的握紧了香包 既然瞥见在天边的上弦月旁 多了一颗黑色月亮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想知道后续 请记得订阅奔奔小剧场 故事里出现了一个久违的角色 银花骑士团大将军克纳丁 有关他的级数 可以回头说听第44集 沉睡的公主 到第46集 迷雾森林里的童话故事 而冤语上一次带着两个 呼卫进到迷雾森林的故事 可以从第43集 在迷雾中心呼喊你 提到第46集哦 但如果喜欢故事 也欢迎小的赞助奔奔 或是订阅我的赞助方案 想知道一些小花絮 也可以追踪我的脸书 和Instagram官方账号 我们下次见 奔奔小剧场 下回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